哈囉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是6月7號禮拜一 在這邊恭喜各位全國的學生朋友們暑假快樂 因為從今天開始就開始放暑假了 一直到下學期開學了 OK恭喜你們如果沒事的話可以完成我群轉M 那我現在的話就是比較無聊 我再測試一下這個鼠工 目前的話我是沒有帶護腕 沒有帶護腕 那我的鼠工的話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帶了護腕的話 就是多一個妖工10% 那目前的話我觀察到就是我目前的傷害大概是988 那如果說我帶了這個鼠工 就是妖工加10這個護腕之後呢 我的傷害大概是多50滴左右 所以我簡單的計算一下一個妖工 一點妖工的話大概是多5點的攻擊力 那我在這邊的話還有另外一個護腕 這個是柱龍鐵積腕 這個是好像是上禮拜吧 就是無聊在競標場標的 因為價格很低才300多斤而已 就給他標下來了 那這個護腕的話他的這個鼠工是 總共13點 射攻加8%火攻加5% 那我現在給他換過去 換過去之後呢 我觀察到啊 我觀察到這個傷害好像有比原本的這個藤王 又多了差不多15滴左右 那鼠工的話差不多多3嘛 多3 所以就驗證了我剛剛說的那個說法 就是1點鼠工的話差不多等於5點的攻擊力 OK那這個不是重點啊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我我我稍早時候我在看我的這個素材 還有什麼好看的東西嘛 那我就發現說 欸奇怪 我怎麼一個昆霧沙 這個昆霧沙的話就是可以用來重鑄名將裝備的齁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來的 我都完全不知道怎麼來的 不知道是系統送來怎麼樣 反正是神上莫名其妙多一個 那我想說剛好也有一個 就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這個護腕 然後又有這個 這個昆霧沙 不然就給他就是折衣不如裝就給他用一下好了 看看可不可以合到強三的護腕 OK 人生中第一次來重鑄這個名將裝備 來試看看齁 練造房 再來是重鑄 千萬不要夾齒之後再重鑄啊 因為會比較貴 要重鑄的話最好就是 唉唷 阿對齁 我沒有這個神像碎片了 好沒有神像碎片 沒關係 好我有綁定的 反正我這個昆霧沙 我用綁定的話 到時候 不管是我用綁定的神像碎片 還是我也綁定的 一樣還是會變綁定的齁 所以就這樣子的 OK 好希望可以強三 希望可以強三 第一次用 來重鑄 會變成綁定的 沒關係 反正我也沒有要賣 我自己要拿來用的 3 啊 啊 啊